邓光荣与向华强,都是香港影视界大哥,他们不仅是香港演艺界的领军人,同时他们也能够直接影响到香港的经济。 那么,作为影坛中的龙头老大,邓光荣与向华强,想比较谁又更厉害一些呢? 向华强与邓光荣的照片又有哪些呢? 向华强,1948年出生,现在是香港最具有名气的大人物。 20世纪70年代,向华强就开始接触影视作品,同时参与自己的第一部,影视处女作《龙虎地头蛇》。 从此之后向华强就喜欢上了影视,并在80年代初期,就成立了自己的永胜电影公司。 这个公司主要就是培养艺人,并且参演,制造出优秀的影视作品。 其中有很多明星大腕,都是通过这个公司走红的,比如刘佳玲,李连杰,刘青云等等。 说到香港地区的大哥,大家又会想到谁?是成龙?是红金宝?还是柯寿良? 小编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哥,邓光荣。 邓光荣1946年出生富贵之家,中学时期和香港第一恶人方,当时同桌好友,两人在学校的时候,就一起出演话剧什么的。 1963年,邓光荣从上千名应试者中脱颖而出,成为领光电影公司《学生王子》的男主角。 高大帅气的他因此一炮而红,并获得《学生王子》的称号,深受许多年轻少女的喜欢。 六七十年代的邓光荣和珍珍、萧芳芳、林青霞、张爱佳等当红玉女,都合作过不少青春题材的影片,和秦汉、秦祥敏并称台湾地区三大文艺小生。 和珍珍合作过《白乌之恋》、《采云飞》、《东恋》、《海乌飞楚》、《明日天涯》等影片,两人在当时也是最等对的荧幕情侣。 邓光荣和林青霞合作过《爱情长跑》、《昨夜》、《今夜》、《明夜》、《幽兰在雨中》、《鬼马俏医生》、《恋爱功夫》、《风夜情》等影片。 如果不知道前面几部没有关系,两人九十年代还合作过一部《黑暴天下》、片中各种搞笑桥段,至今看来仍然不过时。 同时邓光荣和小芳芳也合作过所住的新娘、和欢歌舞庆华年、蓬门淑女。 真没有想到房市狱中的苗翠花年轻时候这么漂亮。 邓光荣和上面几位合作,基本上都传过废文。 连张爱佳也没有幸免。 两人在合作少女时级,波斯西阳情传出废文。 不过邓光荣当时已经有女朋友了,还说把自己的同窗女友,颜真娜已经当成妻子,是不会辜负她的。 其实在1975年的时候邓光荣和颜真娜已经成婚,只不过未来不影响事业,所以没有选择公开。 邓光荣有两个女儿,不过都没有走演员这条路,而是选择做生意。 邓光荣戏中戏外都是黑道大哥,据说他在读书的时候,就认识了当时的黑社会大佬刘荣居。 刘荣居和许人也,曾是香港老牌社团,连公粤,的龙头。 而邓光荣败在他的门下也比较早,据说也坐过社团老大的位置。 当然了,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是他在几部戏,中演的黑帮老大形象,江湖龙虎斗中小马和周润发当他的小弟。 在战江湖中刘德华称他是自己的偶像。 龙腾四海中黑帮专业护任达华,也只能叫他大哥。 早在七十年代邓光荣,就组建过电影公司。 最大的成就就是捧王家卫当导演。 王家卫执导的第一部戏《望角卡门》,在奖项和票房上都赚了。 可是后来到阿非正传的时候,直接导致邓光荣亏损三千万,获奖无数也没有弥补他的损失。 不过邓光荣表示自己不后悔捧王家卫。 王家卫多年来也非常感谢这位江湖大老鹏自己当导演。 曾几何时,还是扁剧的王家卫,曾遭到新一城的黄百民炒鱿鱼,在电影《全山城勋气》手下,坐过一段时间。 如果没有邓光荣的话,估计他的导演生涯会往后推迟几年的。 在邓光荣去世的时候,王家卫表示自己非常怀念大哥,当年帮助了自己许多。 肥肥沈殿家和邓荣光相识于1969年,第二年他们两人和张冲、谢贤、秦祥林、陈自强和陈浩组成银色鼠队。 在演艺事业上面互相扶持和帮助。 当年他们的感情非常要好,经常是一个友识,另外几位一起帮他们站台。 在沈殿侠去世的时候,作为大哥的邓光荣在葬礼上质问郑少秋,说他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,要他上台解释。 邱光不用多说大家一定也都知道了,在演艺圈的地位收屈一指,当年和刘家良学习功夫,虽然不是最早入门的,不过却是大师兄。 如若邓光荣没有江湖背景的话,他是不可能质问郑少秋的。 除了牵头主持沈殿侠的葬礼外,好朋友罗文和恩施林娇的葬礼,也都是他主持的。 在许多演员心中他就是大哥,同时圈内人只要有什么麻烦的话,也都是他从中进行调评,堪称香港影坛的大家长。 2011年邓光荣去世的时候,圈中许多好友纷纷表示怀念,成龙,红金宝,刺客谢贤,大姐大邦明权等等都前去送他最后一程。 宗上向华强能够成为黑社会老大,那他本人绝对有让人臣服的手段,而且手段也不会太简单。 所以如此看来,向华强要比邓光荣更厉害。 其实小编觉得,无论他们之间谁更厉害,那只是代表着一种社会地位。